身影闪烁之间,赵无极身边多了个人,这个人一出现,赵无极脸上的神色顿时放松了几分,老大,这位前辈,来人向赵无极摆了摆手,示意他不要开口,面对无形的压力,来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。 一对巨大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,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灵毛,橙黄色的双眼中瞳孔竖立,和赵无极一样颜色的七个魂环骤然出现,围绕着身体上下滤动。 见过好天面下,这人不但没有任何动手的意思,反而恭敬地向黑衣人行礼,赵无极倒吸一口凉气,听了同伴的话,他终于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了,心脏一阵收缩。 天哪,自己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个恐怖的家伙?眼前这位可是被誉为魂尸界第一力量强者的封号斗罗,武魂发展方向与自己完全相同,但自己的力量和他相比,就只是萤火之光了。 黑衣人,冷淡地道,不用多礼,我是来找麻烦的。 猫鹰五魂七十八级,不愧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主战的弗兰德,这十来客学院就是你的吧? 弗兰德点了点头道,是的,面下,不知赵无极何事得罪了面下大人,能否给我几分薄面? 黑衣人,淡默地道,少废话,站一边去,少废话,站一边去,不然连你一起做。 赵无极,我给你个机会,我不用武魂,你能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,我二话不说,立刻就走,否则的话,你必须要替我做一件事。 但是,赵无极苦笑道,好甜蜜下大人,我实在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您,您能不能写出清楚? 他的意思很明白,就算死,也要让我死个明白吗? 但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弗兰德,却很没意气的,立刻闪开一旁,明显是不打算再管赵无极了。 黑衣人冷哼一声, 还用我说吗? 打了小的,老的,自然要站出来讨还个公道,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 动手吧,黑衣人手中的巨大器物与身上的九个魂环同时消失,但下一刻,他已经来到了赵无极面前。 砰砰,轰轰,啊! 碰撞的声音,气劲的澎湃声,闷哼,惨叫,此起彼伏地在树林中响起。 一旁伸展着两只翅膀的弗兰德,忍不住捂住自己的眼睛,偏过头去,不忍心再看。 根本就不需要点燃一炷香,全部战斗,只是在十次呼吸之间就已经结束了。 黑衣人覆手而立,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,身上的黑衣甚至连一丝褶皱都没有出现。 而可怜的赵无极此时却趴在地上,他的头足足肿了一圈,两只眼睛更是变成了乌黑色,嘴角处血丝阴然,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 赵无极,你明白了吗? 黑衣人淡淡地说道,弗兰德此时才赶过来,将躺在地上的赵无极扶起来,出乎意料的是,赵无极脸上尽是感激之色。 多谢浩天勉下指点,黑衣人向他们两个点了点头,嘴唇息动,低声说了几句什么。 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点了点头,脸上流露出认真的神色。 刚才的那些算是对你的补偿,以后就麻烦你们了。 黑衣人的声音不再冷淡,但却依旧很平静。 在黑色面罩后,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溜露出一丝淡淡的温情。 说完这最后一句话,身形闪烁之间已经悄然消失。 赵无极站在那里,和弗兰德两人半天没有移动,他的身体也要在弗兰德的搀扶下,才能站得稳。 弗兰德,你这家伙真没意气,人家让你站一边,你就站一边。 要不是勉下大人没什么恶意,恐怕我的尸体都凉了。 赵无极抱怨道,此时,两人的武魂都收了回来。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老人,说起话来,略微有些大舌头。 如果唐三和小五在这里的话,一定会认出,这个老人正是那天他们花了两百个金魂币买到发精的那个奸华老板。 弗兰德没好气地道,你懂什么,如果他真有恶意,加上我一个,难道我们就不用死了吗? 他的威名你没听过?连教皇都敢打的人,他会有什么机会? 他刚才已经说了,赢了你,就让你替他做件事,自然不会真的伤害你,否则你还怎么替他做事,这你都不懂。 只不过,没想到,他竟然是…… 赵无极苦笑道,我怎么会看不出你的意思? 赵无极苦笑道,你是不想激怒他,不过,我被打得这么惨,你让我抱怨两句都不行吗? 他的力量实在太恐怖了,在没有五魂附体的情况下,我依旧远不是对手,你看,他的魂力恐怕已经超过九十五级了,距离斗天百级已经很近很近,恐怕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与他抗衡吧。 弗兰德道,封号斗罗又有哪位是好惹的?这次啊,你还算是幸运了,走吧,我们回去,你今天虽然惨了点,但能得到他的指点,作为同类别魂力,对你的好处还是很大的。 夜已经深了,史莱克学院内的学员们,谁也不知道在这看似平静的夜晚,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。 至于赵无极被打成了猪头的脸,这一次可不是那么快就能恢复的了。 清晨,唐三一大早就已经起来了,每天修炼子鸡魔童已经成为了他必须要做的事,更何况,今天早上还有几件重要的事必须要赶快去做。 走出他和奥斯卡的宿舍时,外面的天还没有亮,经过一晚的休息,唐三的内力已经恢复了,按照奥斯卡的指点,他快速来到昨天赵无极考核他们的那片空地,收拾起自己的暗器来。 这些暗器打造不易,他可不舍得轻易丢弃,尤其是那根紧被花装弩箭和寒沙摄影射出的毒针,在制作时更是令他煞费苦心,好事不短。 还好,昨天用出的暗器基本都在,凭借着此几魔童的敏锐,他很快将这些暗器一一找到,放回到他们应该在的位置。 在诺丁城的几年,唐三早已经将自己充分武装起来,而昨天与赵无极一战,则是他第一次全力以赴地施展自己的暗器功夫。 此时,一边捡回暗器,唐三一边思考着昨天这一战中的得失。 赵无极的防御力实在太惊人了,幸好他的速度不快,又没有用全力,否则自己根本就没有半分机会。 对付这样的强者,自己应该怎么办呢? 如果以后再面对这样的敌人时,又能用什么办法制胜呢? 种种念头不断在唐三脑海中闪现。 他明白,自己在暗器上的修为还不够精纯,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进步的。 玄天宝露暗器白解中排名前列的暗器,几乎都需要以强大的内力做后盾。 如果想以现在的实力对付像赵无极这个级别的强者,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,就是制造出强力的激阔类暗器。 譬如,唐门三大最恐怖的激阔类暗器,佛怒唐莲,暴雨梨花针和孔雀灵。 只是,这三样暗器制作起来实在太困难了,任何一种对材料的要求都苛刻到了极点,以现在的条件根本不可能制造得出来。 而且,这三种暗器,唐三虽然都曾经制作过,有不少的经验,但让他重新制作,任何一种都需要消耗至少一年的时间。 这还是材料寻找顺利的前提下。 随然叹了口气,唐三无奈地摇了摇头,以自己现在的情况制造这三种暗器,同样也是不现实的。 看来,只能努力修炼,争取逐渐提升暗器的实力吧。 同时,也要更好的将自己武装起来,找机会先配着一些毒药再说,只是曼陀罗蛇毒太过单一。 捡回所有的暗器后,唐三跳上一间房屋的屋顶,对着东方渐渐出现的紫气,修炼起来。 压力同样是动力,经过昨天的一战,他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有突破二十九级,进入三十级的感觉了。 只要能够进入三十级,通过一定时间的修炼,将三十级魂力炼满,就可以去猎杀第三头魂兽,增多一个魂环。 到了那个时候,实力又会有志地飞跃。 太阳升起的时候,唐三回到了宿舍,此时,奥斯卡依旧抱着被子呼呼大睡。 早晨,他被唐三吵醒,询问昨天考试地点的时候,甚至还睡得流着哈拉子。 小奥,醒醒。 唐三推了推奥斯卡。 干什么呀,让我再睡一会儿。 奥斯卡一语着。 唐三皱了皱眉,说道, 快起来吧,时间不早了,你不知道一日之际在于晨吗? 奥斯卡有些无奈地睁开眼睛,看着唐三。 我和你们可不一样,你们是战魂师,我是气魂师,还是食物系的, 不需要像你们那样麻烦地修炼。 大哥,麻烦你,不要吵我,让我再睡一会儿。 唐三无奈地道,那你先告诉我,小五住在什么地方,我想去看看它好了没有。 奥斯卡道,你出了咱们宿舍向左,大概三十米,那边有一座木屋,就是小五和宁荣荣住的地方了。 不过,我可要提醒你,学院有明确规定,男学员不能随便骚扰女学员,不然的话,校规可是很严重的。 我们史莱克学院在这座村子里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,另一边是村民生活的地方,平时尽量不要到那边去。 史莱克学院确实没什么钱,整个学院就是租了这个村子三分之一的面积,简单建设。 所谓的校舍都是以前村民的木屋而已,幸好距离所托城比较近,买东西才算是比较方便。 唐三重新离开宿舍,此时他腹中已经有些饥饿,但和小五相比,这个问题自然要放在后面解决。 很快,唐三来到小五和宁荣荣的宿舍外,直接进去吗?如果只是小五倒没什么,两人在同一宿舍都住了那么长时间,又是兄妹,可有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有些不方便了。 唐三犹豫了一下后,还是没有进去,在外面轻患道,小五,小五? 没有等待太长时间,门开,小五从里面走了出来,他还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装束,除了脸色略显苍白以外,看上去已经没什么不妥。 看到他出现,唐三顿时松了口气,小五,你好点了吗?小五向唐三比了一个今生的手势。 荣荣还在修炼,不要吵到他,我们到一边去说吧。 不知道为什么,唐三觉得今天的小五看着自己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同,究竟是哪里发生的变化,他自己也说不出来。 原来,小五半夜就已经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,硬容容怕他有事,一直守在他身边,等他醒来,将昨天后来发生的事告诉了他。 唐三揉了揉小五的头道,昨天都是我不好,没有保护好你。 小五摇了摇头,吐了吐可爱的粉红色小舌头。 是那个老师太厉害了,怎么能怪你呢? 这里和诺丁真是不一样,似乎每个人都很强大。 还好,没出现个混豆罗级别的强者。 唐三有些好奇地道,你怎么知道许愿里没有混豆罗级别的混尸?赵老师只是副院长,或许院长是混豆罗级别呢? 小五愣了一下,有些掩饰着道。 我是猜的,毕竟混豆罗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么个小地方,按一平静呢? 唐三不宜有他,也没多问,拉着小五柔软的手道,我们去找点吃的东西吧,想必你也饿了。 好啊,我也饿了。 小五点了点头,此时他已经又恢复了往日那活泼的样子,主动挽起唐三的手臂。 两人出来乍到,昨天又都因为战斗昏迷,对史莱克学院一点都不了解,无奈,也只能看看哪里有吹烟升起,试着寻找有食物的地方。 村子并不大,走着走着,他们不知不觉间就已经走出了史莱克学院的范围。 史莱克学院这边很安静,但另一边的村民们却都已经忙碌起来,日出而坐,这是普通农民的习惯,他们需要通过农耕来养家糊口。 学院的早饭不知道在什么地方,唐三已经决定,到村子里先买点食物和小五冲击。 两人正准备找一处农家买食物,却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争吵着什么,那对少年男女看上去年纪都不大,女孩似乎有十四五岁的样子,相貌普通,但却充满了青春的气息,一身简朴的农家装饰,应该就是村子里面村民的孩子。 和他争吵的少年看上去更小一些,年纪似乎和唐三小五差不多,个子不高,整个人虽然胖乎乎的,但却给人一种很结实的感觉。 短头发,小眼睛,脸上的肉胖得隆起,看上去倒也有几分可爱的感觉。 最好玩的是,唇上有着凉撇小胡子,似乎是发育后刚长出来的,怎么看,怎么像凉撇鼠须。 小胖子怪声怪气地道,翠花,我对你不好嘛,为什么要和我分手?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,两人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。 现在的孩子还真是早恋,这么小的年纪就说到分手之类的话了。 两人不禁停下脚步,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。 翠花的脸突然红了红。 你对我是挺好的,可我实在受不了你,我们不合适,你还是找别人吧。 而且,我比你大好几岁,求求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。 小胖子马红俊怒道,什么叫受不了我? 真不明白你们这些娘们在想什么? 分手也行,再和我来一次,我就和你分手。 不然,没门儿。 一边说着,小胖子抬手就去拉那少女翠花。 翠花就像一只惊慌的小兔子,赶忙后退。 但那小胖子的速度却很快,依旧一把抓住了她的手。 翠花哀求道, 不,不要了,你就放过我吧,你到底是不是人呢? 小五看不下去了,一步就跳了出去。 住手。 小胖子和翠花同时一愣,朝他看来,胖子的小眼睛眨了眨,唇上鼠须颤了几下,小眼睛中采光大放。 好漂亮的妞,怎么,你想借替她做我的女朋友吗? 成,没问题,我同意了。 小五大怒,一脚就踢向她抓住翠花的手,将她的手踢开。 你个小流氓,这么小就不学好,光天画耳之下,难道你还想强强名女不成? 听小五这么一说,小胖子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 这是我们的事,你少狗呢,耗子多管闲事,既然不是要做我的女人,就滚开。 小五眼看着就要动手,唐三却出现在他身后。 你叫马洪俊是吧?请你不要再招惹这位姑娘了。 有了昨天的教训,唐三可不愿意让小五随便出手,而且他也隐约看出,眼前这个小胖子似乎并不简单。 马洪俊不懈地哼了一声,哼,你算什么东西,也敢管老子的事,找不通关事吗? 唐三脸色一沉,你是谁老子? 马洪俊鼠须动了动,谁多管闲事,我就是谁老子? 唐三动了,他脾气再好,也不能让人如此侮辱。 脚踏鬼影迷踪,一脚就向小胖子胸口出踢去。 他这一脚的力量寒而不发,控制得非常巧妙。 如果小胖子只是普通人,最多也只是踢他一个跟头。 如果他有什么特殊的能力,那么唐三这一脚中的力量也可以随时迸发。 果然像唐三猜想的那样,小胖子并不简单,眼看唐三一脚踢来,毫不犹豫地迎了上来,双拳在身前一架,挡向唐三的脚,身上闪耀起淡淡的紫光,明显是魂力波动。 唐三踢出的一脚,突然停顿在半空之中,改踢为踏,踩向胖子小腹。 胖子应变的速度也很快,架起的双拳同时下挥。 砸向唐三的脚,砰的一声闷响,唐三收脚后退,胖子也被踢得倒退几步。 两人竟然拼了个半斤八两,胖子的魂力似乎只比唐三差上一点而已。 胖子愣了一下,原来你也是魂师,难怪敢管我的闲事,让你见识见识,什么叫实力? 一别说着,胖子低喝一声,凤凰附体! 听到凤凰二字,唐三和小五心中同时一领。 在兽武魂中,有几种特别强大的,其中一种就是凤凰。 凤凰又叫七彩鸟。 凤凰武魂不但可以令宿主拥有飞行的能力, 而且还赋予活属性的强大攻击力, 是强占类武魂中的极品。 嗯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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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